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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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将是一款颇具吸引力的新选项 至于发布时间 马克·古尔曼此前提到 苹果计划在3月底或4月左右发布全新iPad Pro和iPad Air机型 亚马逊最近几天出现了多款iPad Air Pro 2024款第三方保护套 均显示将在3月26日上架 因此 有传闻称苹果2024款iPad Air Pro平板电脑有望3月26日发布 不过近日该消息遭到了古尔曼反驳称 不时 不管怎样 极电不是这个日期 估计也就在这一两周了 除此之外 更多国粉关注的新款iPhone也有了新消息 去年 苹果通过使用低注射压力过模技术 将iPhone 15 Pro型号的边框尺寸从约2.2毫米缩小到1.5毫米 而在今年iPhone 16型号上 屏幕边框将更薄 据韩梅C-SR Journal报道称 苹果将使用新的边框缩减结构BRS技术 来最小化显示屏底部的边框 BRS通过将内部铜线卷成更紧凑的包装 来实现这一点 报道称 苹果公司此前就曾尝试将该技术应用于iPhone 但由于散热存在问题而被破终止 而苹果这次之所以重新尝试采用BRS技术 据说是因为最近在散热技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有意说一 这一点上 苹果多年来努力的方向没有变 曲面屏 折叠屏一概各置 再把制屏做到极致的路上一起绝尘 如果苹果真能缩小iPhone 16系列的屏幕边框 就将是iPhone支持5G以来 屏幕边框上最大的变化 外媒在报道中提到 自2020年推出iPhone 12系列以来 iPhone的边框并未大幅缩小 得益于超窄边框技术 苹果也将在iPhone 16系列上 实现更大尺寸的显示屏 不久前 iPhone 16 Pro和16 Pro Max的3D渲染图遭到曝光 数据显示这两部手机的屏幕尺寸增加到了 6.27英寸和6.85英寸 显示屏尺寸的增加也将导致机身尺寸的增大 iPhone 16 Pro和16 Pro Max的整机尺寸 分别为149.6×71.45×8.25毫米 和163×77.58×8.25毫米 比iPhone 15 Pro和iPhone 15 Pro Max高约3毫米 宽约1毫米 而更大的外形尺寸意味着iPhone将拥有更多的内部空间来安置组件 至于基础版的iPhone 16和iPhone 16 Plus的尺寸 则将保持与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的尺寸相同的6.1英寸和L6.7英寸 不过苹果有望在2025年发布的iPhone 17和iPhone 17 Plus商也采用更大的6.27英寸和6.86英寸显示屏 在显示技术上iPhone 16 Pro系列将使用LPP-OM14材料素质进一步提升 此外有报道称苹果要求三星和LG提供屏幕升级微透镜技术的方案 在该技术的加持下屏幕可以减少内部反射 降低功耗延长续航还能提高亮度 综合这一波消息 大家对全新的iPhone 16是不是又多了一点期待 先别急 最近还传出新iPhone还有更香更实用的新功能 话说你的iPhone是套模套壳还是裸奔呢 相信绝大部分国粉收到新iPhone后 第一时间就是给它贴模套壳 生怕它画到摔倒 一是怕影响整体美观 二是怕摔出毛笔还得破费美秀 总而言之 贴模套壳可以大大提高iPhone的耐用性 当然 不只是用户 苹果公司也在努力提升iPhone的耐用性 比如这iPhone12开始 苹果就用上了超磁金玻璃 让iPhone正面防摔防碎性能大大提高 尽管苹果已经对iPhone屏幕的防摔防碎进行了升级 但还是不耐化的 这也是大部分国粉要贴模的原因 有爆料称 为了解决用户这一通点 苹果最近从日本花了几十亿购买度膜设备 已经交给供应链 今年的iPhone16系列是赶不上了 明年的iPhone17系列外玻璃全部会做一层超硬的A2层 也就是说iPhone17系列会比你想象的还要耐挂耐化 手机真的可以不贴模了 记忆 A2层还会带来抗反射效果 目前三星已经在其Galaxy S24 Ultra旗舰机型中引入了类似技术的Armor面板 可以减少75%的反射和细小划痕 虽然距离iPhone17系列发布时间还早 但对于我们用户来说 还是非常期待苹果能在iPhone屏幕加入这项防化技术的 毕竟现在iPhone越来越大 重量也随之提升 贴个钢化膜不仅会增加手机重量 也会影响屏幕透光率 再套个手机壳 超大杯的iPhone重量都快500克了 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像块砖头 非常影响手感 除了防化升级外 屏幕透光率也有望提升 另据美国商标和专利局USPTO近日公示的清单显示 苹果公司获得了一项关于屏幕的专利 可以在户外阳光指示环境下 遮挡90%的强光 从而增加屏幕的可视度 苹果在专利中表示 明亮的环境光可能会降低对比度 冲淡显示内容 为了让屏幕在光线充足情况下提高对比度 苹果在屏幕中内嵌了类似于百叶窗的遮光元件 可以是静态的 也可以是动态的可调节 这项技术还只是专利阶段 想要应用到iPhone屏幕上 可能就更遥远 综合这一波接一波的消息 至少可以看出 苹果公司正在积极寻求新的技术创新 来提升其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国粉们可以期待更多令人兴奋的功能和设计上的改变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期待iPhone更窄边框和更坚固的屏幕吗 对即将发布的新品iPad有兴趣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树旁 字幕志愿者 杨树旁 字幕志愿者 杨树旁 AMAZING